Hello 大家好 我是Laisis 今天视频想和大家分享一款香港传统的甜品糕点 那就是马蹄糕 在香港的新年我们经常都会做四种糕点来吃的 咸的就有萝卜糕和芋头糕 甜的有年糕和马蹄糕 马蹄糕是香港新年四大糕点之一 可见它有多么受欢迎 我就把它的简单做法分享给大家知道吧 我介绍一下做这马蹄糕的材料 这里有马蹄粉250克 新鲜的马蹄去皮后大约也是250克左右 片糖300克 还有就是清水 我会把份量写在说明文里供大家做个参考 我们首先倒650毫升的水进去马蹄粉内 像这样子慢慢倒 然后把它搅匀 接着用400毫升的水把片糖煮融 一会儿待片糖煮融后把它放凉5-8分钟左右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处理一下马蹄肉 把它用刀背这样子拍扁 再接着把它切碎一下 切碎马蹄后 这时我们就可以把片糖浆倒进马蹄粉浆内 要慢慢倒 然后把它们搅匀 最后我们把马蹄粒也加进去 把它们混合在一起 再搅拌均匀 把马蹄和粉浆混合好后就可以把它们倒进蒸盘盒中 我们的份量是做一大一中玻璃盒 等水煮滚后就把以包上保鲜纸的马蹄粉浆拿去蒸 我们用大火蒸大约35分钟 35分钟后关火 然后把它停留在锅10分钟 再把它取出来 给大家看一看 这就是我们刚蒸出来的马蹄糕了 这马蹄糕的做法是不是很简单 是零失败的 任何人都可以做得出这Q蛋甜香的马蹄糕 大家也做来试试吧 我们有时候也会用少许油把它煎来吃 看你自己喜欢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视频内容的话 请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